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要谈谈 荣格 你们不认识他很正常啊 问题是 这个跟我们命理分析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老师是从事八字 易经的命理分析师 我们一定要学冠 中 西 一定要把它读起来 为什么荣格这个人心理学家老师再三强调他的重要性 在我们东方哲学上 还有在命理的分析上 他有一席之地 第一个 我们在论命的时候一直看到说奇怪 你的命中就注定要嫁给他 你命中注定要去娶他 你老婆的个性怎样 你老公的个性怎样 除了八字的论述以外 你根据什么 老外不懂八字 你怎么论述 在这里 荣格的整个的学士基础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讲到Anima Animas 第二个讲到情意思 好 什么叫Anima Anima就是这个男生当中他已经内见女生的因素 那Animas是说这个女生当中已经内见男生的DNA了 什么意思 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碰到某一类的女生会触动他的DNA 会触动他的内分泌荷尔蒙的分泌 跟他菲洛蒙的分泌 会哦 这个就像我们这种太极图有没有 太极图 这个阳中带阴 阴中带阳 同理可证 但是我们太极图在北宋这个图就出来了 荣格191875年 竹竹梦的我们800年 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尽 一定要自尽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他看到这个女人 是他心目中喜爱的女人 不是受过教育 不是受过欢迎 他潜意识内见了他一定会娶她 我们在八字当中常常会看到这种密码 你就是一个公子哥 你怎么喜欢那种七萨格的女生 还是这个女生 你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你怎么喜欢那个流氓 不要说流氓 就是喜欢那种个性很豪迈的 然后做事很鲁莽的男生 对不对 这样子 同理可证 所以你看东西文化不一样 从这种心理学分析 可以分析到相同的结果 不同的理论可以导出相同结果 很奥妙啊 老师为什么做荣格心理学的分析 喜欢研究这个 我就在跟你讲这种东西 Anima 男生内建的女性基因 女性的DNA Anima 是女性 内建的男生的DNA 这个女生不管她出生如何 不管她是八大行业 十减二行业的女孩子 还是她千金大小姐 她只要看上这一块 她内建的男生的那个 那个原型 那个type出来 我跟你讲 她会去追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呦 你这个赖阿玛 别想吃天鹅肉 还是会跟她讲 你这种野鸡也想当凤凰 一样的心态 这个不是分析可以解释出来的 这叫做什么 重点来了 潜意识 对啊 因为这种潜意识 就是在无形当中 会指引你 会影响你去做某些事 潜意识有点像意识心态 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流露出你在想什么 你要什么 懂不懂 这叫潜意识 他要讲到一个个人的潜意识 你爸爸妈妈不吃鱼 你阿公阿嬷不吃鱼 你的祖父祖母不吃鱼 因为在山上没有鱼可以吃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吃生鱼片 你解释给我听 因为她有一个潜意识 佛教讲的 言耳鼻舌生意 色生香味醋啊 还有两个是 莫纳士跟阿赖耶士 也就是人的第七识跟第八识 第七识第八识解释来讲 就是隆格讲的个人的潜意识 很重要喔 你看一只猫 一只狗生出来 他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他 我跟你讲喔 那个猫爸爸 跟猫妈妈有没有教那个猫小孩 你看到狗要跟他打架 那狗爸爸跟狗妈妈一样 有没有教待他的小狗 你以后看到猫要跟他打架 我跟你讲 猫看到口就一定会打架 那个猫看到老鼠就一定会抓 这叫做潜意识嘛 据说这只猫还没当猫之前 它的灵魂当中建构好了 你看到什么就是要抓 看到什么就是要打 看到什么就是要打 你看龙格分析的多好 那我们佛教也不错 我们在1500年前佛教引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就讲了 原来比蛇生意 色生香味触法六世以外 还有一个莫纳斯 一个阿赖耶士 现在的医学没有办法解释 莫纳斯阿赖耶士 也就是说你的种子因 你现在当人除了你受你爸爸妈妈的遗传以外 很多不是你爸爸妈妈的遗传 就用吃鱼这个好了 你根本你祖宗八代都不吃鱼的 你特别喜欢吃鱼 还有你妈妈从来不吃辣椒 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辣的 你解释得出来吗 你解释不出来对不对 所以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阿 潜意识阿 有很多孕妇有没有 从来不吃甜的 从来不吃什么东西 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 谁在控制你 小孩子 有的人从来不吃辣 听说怀孕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辣 很奇怪 太奥妙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纯粹在学龄上的探讨 那老师希望说透过这个视频 不是只有快乐大家 不是只有成就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大方 得到一点比较好的资讯 好 我们今天讲荣可就讲到这里 好 拜拜